少年白饰体内B群含量不足。 多补充能改善白发问题。 营养师解答。 您也有少年白的困扰吗? 为了不早生滑发无所不用其极。 进来网络盛传。 导致人体提早出现白头发的原因,主要和维生素B群摄取不足,影响黑色素合成有关,多补充B群能改善,引起不少民众分享、讨论。 但B群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? 让我们听专业营养师怎么说。 B群能促进烙氨酸吸收。 营养师,补充高生物价蛋白质食物较实际。 林士航营养师表示,此一谣传可信度仍带伤雀。 外界之所以会有补充维生素B群,能帮助促进黑色素生成的说法,应与坊间误认为B群能促进烙氨酸、tyrosi,吸收有关。 但事实上,虽然烙氨酸确实是人体毛囊黑色素细胞合成,转换为黑色素的关键成分,不过,人体获取烙氨酸的来源,和B群却没有太大的关联性。 其实从营养学角度来看,想要充分摄取烙氨酸,民众只要在日常饮食中适度补充富含高生物价蛋白质食物。 像是,豆蛋与肉类食物,以及起司、优格、牛奶等乳制品,甚至坚果类食物,就是很好的选择。 少年白头除了遗传,杜绝体内自由积大量累积更是关键。 且目前医学界针对少年白,Primetier Hair Cream,也就是25岁前就出现白头发的现象,已发现其成因主要与遗传、抽烟、肥胖等因素有关。 其中家族遗传,而肥胖、抽烟等,则是因为其会导致人体内自由积的累积,进而影响毛囊中的黑色素细胞制造黑色素所致。 因此,民众想要改善,缓解少年白头的问题,与其医妹听信谣言补充维生素A群。 不如积极戒烟、戒酒、减肥、领养成规律作息、睡眠充足、适度运动的生活习惯,学会如何正确抒压。 同时,日常生活紧记均衡饮食、多元摄取的重要性,多吃天然蔬果,来补充维生素C、茄红素、胡皮素等抗氧化成分,及此避免自由积大量累积,会是比较实际、且简单、便利的方式。 您也有少年白的困扰吗?为了不早生滑发无所不用其极。进来网络盛传。 导致人体提早出现白头发的原因,主要和维生素A群摄取不足,影响黑色素合成有关,多补充B群能改善,引起不少民众分享、讨论。 但B群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?让我们听专业营养师怎么说。 B群能促进烙氧酸吸收。营养师,补充高生物价蛋白质食物较实际。 林士航营养师表示,此一谣传可信度仍带伤雀。 外界之所以会有补充维生素B群,能帮助促进黑色素生成的说法,应与方间误认为B群能促进烙氨酸、tyrosi、吸收有关。 但事实上,虽然烙氨酸确实是人体毛囊黑色素细胞合成,转换为黑色素的关键成分,不过,人体获取烙氨酸的来源,和B群却没有太大的关联性。 其实从营养学角度来看,想要充分摄取烙氨酸,民众只要在日常饮食中适度补充富含高生物价蛋白质食物。 像是,豆蛋与肉类食物,以及起司、优格、牛奶等乳制品,甚至坚果类食物,就是很好的选择。 少年白头除了遗传,杜绝体内自由基大量累积更是关键。 且目前医学界针对少年白,Primetier Heracrine,也就是25岁前就出现白头发的现象,已发现其成因主要与遗传、抽烟、肥胖等因素有关。 其中家族遗传,而肥胖、抽烟等,则是因为其会导致人体内自由基的累积,进而影响毛囊中的黑色素细胞制造黑色素所致。 因此,民众想要改善,缓解少年白头的问题,与其医妹听信谣言补充维生素B群。 不如积极戴,戒酒、减肥,并养成规律作息,睡眠充足,适度运动的生活习惯,学会如何正确疏压。 同时,日常生活紧记均衡饮食,多元摄取的重要性,多吃天然蔬果,来补充维生素C,且红素、胡皮素等抗氧化成分,及此避免自由基大量累积,会是比较实际,且简单、便利的方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